这是珍珍亲手绣的荷包 送给娘娘当作生辰礼物 希望娘娘不要嫌弃啊 多谢珍珍 我很喜欢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这是寿安为你准备的礼物 谢谢寿安公主 寿安 你府里何时有如此大的冬珠啊 兰沛 赶紧把冬珠收起来 否则一会儿寿安公主后悔了 要收回去了 陛下不要乱说 寿安公主哪是你口中 那么小气的人呢 寿安是对你大气 寿安啊 朕生辰的时候 你得给皇兄送一个 不属于这个的珍宝 否则啊 皇兄会生气的 好 皇兄 等你生辰的时候呢 寿安就把我府邸的库房打开 让皇兄随意挑选 可好 可随意挑选 会缺了惊喜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寿安可太难了 要不然 等皇兄生辰的时候 寿安干脆就装作 不记得了 你敢 不敢 不敢 娘娘 臣特意搜寻了一些民间的情谱 祝娘娘 生辰快乐 多谢赵侍郎 皇后今天可爱开心 臣妾今天非常开心 开心就好 多谢陛下 还是一家人坐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好 是啊 娘娘 自晚而入宫以来 娘娘一直对婉儿百般照顾 婉儿敬娘娘一杯 祝娘娘 多福多寿 借你吉言 娘娘 不如尝尝臣妾这一壶 臣妾这一壶 是吩咐御膳房 特意准备的果子酒 口感温和 还有果香 饮后也不宜醉人 婉儿有心了 月膳房 出了新的酒 我竟不知 我也想试试 还是由我来 给皇后娘娘吧 不劳烦公主殿下了 还剩我来吧 不用了 还剩我来吧 我来吧 我不是有意的 都怪陈妾 娘娘 陈妾不该在娘娘大喜之日和公主争强 还扫了大家的心 忘娘娘恕罪 婉儿快起来吧 这只是个意外 也不怪你 谢娘娘 皇后娘娘 还是沉迷不对 你看 我把贵妃的衣服都弄湿了 还是让我陪贵妃 去换件干净的衣裳吧 收安的裙摆也沾湿了呢 蓝佩 去准备两件衣服 给收安公主和贵妃娘娘换上 谢皇后娘娘 你们下去吧 这不用你们策好了 那奴婢们便在门外等候 如果公主和贵妃娘娘 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奴婢的话 便喊奴婢 公主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方才 你在酒里放了些什么 是不是 你想杀了福玉斩 你 你胡说些什么 你放心 他们听不到 我不明白公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相信吗 你如此明目张胆地下毒 难道不怕被人发现 还是说 被人发现 也没有关系 本来 你想毒死福玉斩 我不应该阻止你 但是你的行为 实在是太冲动了些 你没有在凌阳的宫中生活 可能不知道 这凌阳的黄雁 即便是丝雁 只要陛下在场 同一个酒壶里倒出来的酒 入口之前都要再次厌毒 所以 你想要在宴上下毒 绝无可能 婉儿多谢公主 不必谢我 我帮你 也是有私心的 既然你想杀死福玉斩 那么我们可以联手 联手 公主也想杀死皇后 为什么 因为 她害死了我的孩子 贵妃 不妨想清楚 凭你一己之力想要杀死皇后 实属不易 但若你我联手 皇后必死无疑 怎么只剩下你了 陛下呢 陛下和娘娘 把张侍郎叫到了院子里 说有事情要说 我看寿安的脸色 比以前好了很多 这次她遭了这么大的罪 你要多加照料她 也好让陛下放心 臣之前 对寿安照顾不周 甚至连她怀孕的事情 都不知道 这几日 臣日日反省 以后绝不会再这样了 若是寿安 再受到什么伤害 下次 可不仅仅是停止这么简单了 臣明白 好了 殿里只有珍珍一人 先进去吧 对了 我那儿心到了些上好的身 都会让兰佩拿给你 走的时候记得戴上 谢娘娘 公主是陈一生的伴侣 陈以后 定会悉心照亮 绝对不会再让公主伤心了 你就这么喜欢她 圣安也快回来了 我们快进去吧 好 圣安 公主 公主 公主怎么会在这儿 方才我和贵妃换好衣服 回到殿内 见不到你们 珍珍说 你们来后院了 可以来换你 你跟皇后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们正准备回殿里去 外面风大 我们也快进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